各位同学好,我是一位教书21年线上教学第三年的英文老师 在Google YouTube可以找到我,你就打林薇老师,薇风的薇 我们看这段有趣的短片 他说,Imagine you are gi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your life 什么叫presentation?来,这个动词叫present 就在你在做报告的时候,懂了吗? 我们讲说口头报告,专题报告 这叫present是动词,名字叫presentation 他接着说,but t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但是,哇,突然之间,你可能脑袋有响的东西突然发生了问题怎么办 或者说,你那个想法,你举例突然脑袋一片空白怎么办 他说,这边有个几个有趣的单字叫ABSORB 如果你翻这点,那叫absorb,叫吸收 事实上,它目的不是太好,要你去吸收 而是要你去知道,说它每个代表不同的意思 你看A,代表aware,你知道了 B,breath,深呼吸 S呢,它说呢,stillness and silence still是安静宁静哦,不是仍然哦 O,option,你有什么选项,你该怎么做 respond,回应,反应 然后再来breath,再呼吸 哇,我们来看它详细的用法 第一个来告诉我们A什么东西 A就是aware,就代表知道,自当形容词使用 然后呢,它说you become aware that something went wrong 是你发现到有东西不对劲了 对啊,像我一次在这个做讲课的时候 突然发现投影机有问题,操作了五分钟 就找到时间点,放弃,再来 This can start a sparrow down to panic Sparrow是螺旋,上面有图形给你看,对不对 panic,看是你慌了,慌张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做 Don't panic,不要慌,少来了 在这种大场合,谁不慌才怪 Breath,呼吸,很多人发音会念成breath No,breath,还是呼吸,这是当动词 它说stop and breathe,先停几秒 让观众来看看你,你也看看观众,想一想 I need oxygen to work,因为大脑需要氧气才能够运作 哇,这个大脑化得好逼真哦 I got this,我有点子了,是不是,哇,真好 practice silence,练习运用在演讲的时候 口头报告的时候一些保持几秒钟的安静宁静 practice silence,don't comment on what's happening 不要立刻去评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时候我们停革一下,对不对 silence creates anticipation 它说,你就几秒钟不说话 观众会预期期待 这个anticipate是期待预期的动作哦 say nothing,act usual 什么都不要说,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cadule是随意随性的意思 哇,option,consider your option 想想你该怎么做呢 好,我们在下面,它记得讲说 quickly brainstorm,what you can do brainstorm是脑力激荡 赶快想想你下一步要该怎么做 Should I just move on 好,是不是继续下一个主题呢 Should I make a joke 诶,讲个笑话好了 好,skip this slide 诶,这个换灯片就把它掠过去 就不要放了 好,check my notes 看看我的笔记 看看我手边有没有什么小抄 turn off my ringing cell phone 好,诶,我干脆把我的手机 诶,我刚手机响了 这样,那就把它停掉一下 避免一些尴尬的问题 好,那我们再往后面看 它说,if you have notes,try this 如果你用小抄的话,请你注意这个东西 put water next to your notes 撒点水 在你的那个小抄旁边 啊,湿掉了 好,if you get lost,walk to your notes 这都很奇怪 如果你迷失的不知道你说什么 赶快去走到你的笔记的位置 好,pick up the bottle while you glance at your notes OK,它说你去喝水的意思 你这个小抄旁边可能放了点水 放了一瓶水,对不对 那你同时呢 你就拿起了你那个水瓶的时候 赶快看一下你的小抄 这样子啊 take a drink and pound your notes 然后喝一口 再想想你的小抄上面写什么东西 settle down your bottle 把你水瓶放下来 再看一下你的小抄 glaze,carry on,继续下去 哇,真是蛮有创意的呢 respond,回应 这是当动词使用哦 通常我们讲g使用的是to choose your preferred option 想想你该做什么选项 你要做什么回应 put it into action 行动吧 付诸于行动 再次的深呼吸 breathe assess assess 评估哦 这个词很有趣 很像两个屁股 是让你仔细看 我把a是大,e是小 所以叫大屁股,小屁股叫评估 did it work? 有没有效呢 对不对 演讲本来是一个技术 evaluate,make sure you remain calm 好,评估一下 确定你是保持冷静的 celebrate your victory 每一次遇过很多惊险的事情 要给它庆祝你自己小小的胜利 您说对不对 虽然告诉你的几种的方向 不管是aware 注意到发生什么事情 注意到问题发生了 呼吸 然后保持宁静 这个still是宁静安静哦 像我看过很多电影讲 be still 就是不要动 silence option你该做什么 反应 跟你的呼吸呢 这一切呢 告诉你说 当你在发生真正报告的时候 产生问题 你该怎么做 哇 这个短片让你学到不少的单字 对不对 空中相会 拜拜 by bwd6